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获得了很多的关注 不但有像纽约时报这样的媒体予以报道 同时纽约公共电台还专门为这个话题 就是因为你的这个影片涉及的 其实是外卖狼的电单车在纽约是不是合法 这么一个我们说也算是一个大事吧 纽约市政府打算推行这样一个条例 然后在这个几年当中呢 你和这个外卖狼一起肩并肩的 和这个市政府的这个议案做斗争 最后六月份是取得了胜利 这个议案被推翻了对不对 对 在今年的六月底 纽约州议会终于通过了我们的提案 然后电单车现在在纽约是合法的 对 那除此之外呢 其实因为它也是纽约的一种文化 对不对 像这个电单车也好 或者说这个骑行也好 在纽约这个城市 它是城市风景当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所以您的影片也受邀在这个纽约城市博物馆 进行了一个展出 展出的主题也就是骑行纽约 那在您看来这部影片 如此受关注的这个原因有哪一些 其实首先骑行是一个文化现象 在比如您刚刚提到了 那个在纽约市立博物馆的这次 就是200年城市骑行史的这样一个展览 其实我们看起来就是我们在街上 整天看到人们骑自行车 其实这是背后有很多的文化 各种的背景的 就是我很荣幸的我的片子 是那个展览的一部分 因为在那个展览里面回顾了 就是女性骑车的时候是什么样子 还有世界上第一部自行车 非常高的大轮的那种 然后女性的以前骑车 还专门要有一种骑行的裙子才能骑 还有我们自行车如何是同性恋运动 如何是黑人的维权的一个象征 是我们很多那个working class 就是我们的工人 我们的需要骑车去工作的这些 那个人的一些一个象征 所以这是一个很文化现象 对我觉得这个片子 现在之所以受到媒体和各方面的关注 主要是因为纽约市政府针对这个电动自行车的一个 出台的一个进行法案 对 其实它已经有一个很长的一个时间 就是打击骑电摊车的 特别是打击像我片中的那些 外卖狼 新移民的外卖狼 对 已经有很长的一段时间了 但在2017年10月19号的时候 市长特别有发布一个法案就进行 见到电单车就要被抓的 这个其实我不知道您是不是有这样的经历 我觉得像我这样的一个80后 在中国长大 也可以说我们是骑着自行车长大的 我念中学的时候我是骑车去的 我印象特别深 对 我小学的时候就开始骑自行车 真的 那时候觉得能骑车是一个特别帅 特别自由 特别独立的一个象征 觉得能骑 我有自己的第一辆自行车的时候 小学三四年级的时候 整个人高兴死了 包括来美国 我拥有的第一件财产吧 就是来美国的第三天 我在沃尔玛买了一辆紫色的自行车 就是因为有了那辆自行车 我才可以真正地去认识美国社会 我自己找路 我可以自己骑车去上学 我也骑着车子找了一份工作 所以就是因为有了自行车 我有自由 我有这个力量去在美国 能度过最艰难的一年 所以很多麦麦郎 都是像我当年那个状态 刚来美国不太懂英语 能骑着自行车 能工作 这对他们来说 就自行车不是像 美国社会白人那样想 就自行车是一个recreation 就是一个休闲娱乐的玩具 自行车对于中国的外卖狼 或者对很多新移民来说 真的是一个生存的工具 我想尤其对于外卖狼 因为这个是他们 主要送餐的交通工具 对 这在他们工作当中 可以说是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 那我知道其实您拍的这部短片 是您正在拍摄的长片的一部分 那为什么在这个时候 要单独把这个短片首先推出 而不是说等着长片一起推出呢 其实一个偶然的 一个比较算比较偶然的机遇 就是当时城市博物馆在做这个展 然后他们很希望能有一部短片 代表就是用自行车送外卖的这个事情 然后正好他们知道我在做那个片 所以说他们说你可不可以剪一个短片 但后来其实今年我们 我其实这个项目让我觉得很有意思一件事 就是一开始呢 我是在帮我的朋友 我们CUNY的那个教授 当时在读他的PhD 在读他的博士的论文 就是做那个电动自行车调研的 含义教授 斗李 所以我当时是跟李教授 一起去中国社区做调研 帮他做翻译 所以我一开始是翻译 后来我觉得这个事情太不公了 然后有很多的作为一个 我自己也是移民的一个女性导演 所以我觉得太有必要把这个故事讲出来 我就变成了一个纪录片导演 一直跟着外卖狼 一直跟着这个项目 一直跟了三年 到后来到去年的时候吧 包括今年 我的角色其实变成一个社区的一个组织者 参与其中了 对 我参与其中了 我会和一些非盈利组织 我们在一起搞一个外卖正义联盟 然后我们去向州政府提案 我也会跟外卖狼其实的沟通 有什么最新的动向 然后鼓励大家出来游行 示威 抗议 然后就变成一个activist 一个工作 对 那最早您决定来记录的时候 这个法案或者说这个严打的政策 推行了吗 关于电单车的 这个其实是这样的 我一开始做这个片子的时候 当时我觉得就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 怎么说沟通的一个不畅通 或者一个鸿沟存在 也就是在美国的主流媒体 他们对电动自行车 对外卖狼的形象 报道非常的负面 就是真的会有主流媒体管 他们叫什么四川神经病 什么街上的老鼠 就有这些很不好的一些名字 但是通过和李博士 我们在社区做调研 我发现这些外卖狼 其实他们也是有血有肉 只是想勤劳工作 养家糊口的 像不其他种族的纽约客一样的一些人 而且外卖狼也是这个城市 很重要的组成的一个部分 想想就是比如说 我们在办公室 经常会有送餐的需要 尤其是大风大雪 我们都不想出门的时候 我们就会打电话 叫餐馆送餐 那这个时候就是外卖狼 风里来雨里去填饱了我们的肚子 对啊 所以其实就回到您刚才那个问题 就是在我们组织这个抗议 组织这些邮情提案的时候 我决定放出这个小片 放出这个十几分钟短片 在那个屋顶电影节 rooftop电影节播 在纽约市的那个 纽约市电 纽约市那个公共频道的一个网站上播 是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让大家看到 外卖狼的工作有多么辛苦 在我们都在暴风雨的时候 我们都在家里面办公 我们可以选择 但是他们没得选择 那反倒有外卖狼跟我说 在暴风雨的时候 才是他们真正赚钱最方便 最好的时候 对 因为大家需要更多的送餐 对 没有办法外出 对 这样我们先来看看这个片花 一起来感受一下 外卖狼艰辛的生活 来导播我们签一下 那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这个纪录片的拍摄的手法 有一部分好像是这个外卖狼 他们带着这个拍摄 带着GoPro 对 GoPro自己去拍的 是吗 对 对 这是一个创作的一个 当时的一个设计 因为我觉得拍外卖狼 让纽约市民 让观众最直观地感受到 他们工作的艰辛 就是他们的视角 对 要从他们的视角看这个世界 对 而且刚才你看到有一段 就是这个外卖狼 他骑行了差不多一个小时 去送一单 然后和纽约客和那个 我们纽约市民接触只有四秒钟 只有四秒钟 你好 谢谢 再见 对 这就是充分证明了 大部分人对外卖狼不了解 他们只是不断地给你送餐 你和他们没有什么沟通 他们是一个符号 像一个机器一样的在我们的生活里存在 所以刚才你可以看到 就是纽约市市长在上西区的富人区 他身边坐着那位 就是一个很有钱的 一个退休的一个银行家 他是到纽约公共电台说 这些外卖狼在我 就是这个 就是Matthew Scheffler 对 就是他 他跑到那个公共频道 跑到媒体去说 这些外卖狼对我们的 对我的 我的街坊 对我的区域造成了 危害 危险 所以纽约市长可以对一个 根据一个富人的抱怨 去制定一个严打外卖狼的法律 去影响成千上万外卖狼的生存 所以当时 在那个事件发生的同时 也是我的第一版的片子 关于外卖狼的艰辛生活 在我们纽约市立大学研究生院的 放映的一个时候 当时现场的气氛 怎么说呢 观众 每个观众真的是 攥紧了拳头 眼睛里含着泪 说那个我们能做什么 我们要去抗议 这个太不可思议了 我们纽约市不能允许 这样的事情发生 对 但是有时候 政策的制定者往往就是这样 因为他狭隘的这种眼见和思维 所以他会制定出一些 让人觉得根本就不通情理 或者说是莫名其妙的政策 对 我觉得 那边有很多的信息缺失 在他执行这个政策的时候 首先他没有到中国城去做过任何的调研 这样 我们把这个话题留到下面再说好不好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先休息一下 好的 欢迎回到纽约会客室 那王导 之前您为我们说了 其实这部影片的第一版 在您学院研究生院播放的时候 大家是非常的愤慨 那说到这个愤慨的原因 在您看来 就是为什么这个市政府 或者说这个决策的制定者 比如说像我们这位市长 会做出一个如此让人觉得不可理喻的 这样的一个决定 或者说这样的一个提案 首先就是从一个学者的角度来说 他的调研 他的功课做得不够 他没有深入到社区去调研 他没有听从多方面的意见 他只单方面的听了一些 就是可以说是为他投票的人的一些意见 因为大部分外卖狼他们不知道怎么去参与到政治活动 他们也不会投票 或者是好多他们都没有身份 所以就是这些弱势群体 就变成了政治家牺牲的群体 恰恰恰其实是在那个时候 因为李博士做我们采访了100多位外卖狼 我们有这个调研 我们有这个数据 然后我们也调出了纽约过去30年的交通事故的数据 所以当时我们可以直接就把市长的 他的为什么要发出这个禁令的一些数据去驳导 所以我们接下来就是在那个事情发生以后 我们就组织外卖狼到不同的社区 我们去用法马拉圣社区 我们去了布鲁克林社区 去直接让外卖狼去给市长提问 去跟他说你这个进行法案不合理 因为你现在出台这些规矩 你里面有很多的错误 你这些错误是不经推敲的 对 所以那是我们第一轮的一个怎么说 在这其中您是充当了这个翻译的角色是吧 除了拍摄还管翻译 拍摄组织翻译写稿 有的时候对 因为那个时候还是有一股热情的吧 对 应该是有一股热情的 因为为什么就是我突然一下从一个艺术家 或者是从一个翻译和帮朋友的一个角度去参与到这个工作 就是我记得在那个法案刚刚出台的时候 很快我就收到了 17年 17年顶 对 我很快就收到了外卖狼的那个工会组织给我打电话 就是说你们应该来看一下来帮帮我们 因为自从那个进行法案出台这个消息发出以后 很多外卖狼都非常的着急 他们每天晚上下班以后都会集会 大家都会想对策 然后他们让我们去给他们支持招 然后我说好 我去加入你们的会 什么时间 什么地点 然后他告诉我是凌晨12点 晚上12点 对 凌晨12点在中国城的一个地下室 我就觉得凌晨12点在中国城的地下室 所以我就叫李博士还有当时帮我拍摄的梁子 然后我们三个人就去了 结果进去以后 吓到那个地下室真的是让我震惊 很多我拍摄过的外卖狼都在那里 然后还有 大概有多少人 有五六十个吧 五六十人 对 五六十位外卖狼 大部分都是从福建来的 然后他们的年龄就是四十到六十岁之间 对 每个人都是拿了很多罚单 然后都不知道该接下来怎么办 就很焦急在那个时候 你想他们工作了一天十几个小时 工作完了晚上12点聚会 每天晚上都聚会 然后自发地去捐钱 看能做什么事情 所以那个场景对我来说 真的是一个极大的一个出动 对 所以我真的觉得 我能帮什么就帮什么 所以当时也投身其中 对 对 对 那说具体说到 就是作为这个底层的民众 要和政策的制定者去对话 去抗争 并且最后能够取得胜利 这个过程 您作为一个见证人 也是一个亲历者 您是如何看待的 其实在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都没有 我们不知道这个会成这样 就一开始 不知道会成这样 是说不知道最后的结果 会是这样 还是说整个的经历 就是三年前我们开始的时候 就是没想到 我们只是在做一个调研 然后我觉得 我很想拍拍他们的故事 然后第一次我们的 当时我说我要拍这个片子 当时自行车公共项目 帮我捐款 就是在我们的圣诞聚会上 然后我们的有一个founder 就是我们的创始人之一 Helen 她就抱着一个 怎么说抱着一个那个饼干盒 那个铁的那种饼干盒 每一个人进来就问 你要给我们的电影拍 我们要拍电影 要给我们的电影捐钱吗 然后李博士叫他 给他每一个家人打电话 就说我要拍这个片子 大家有钱捐钱 有利出利 然后我还有一个同事 就是我在拍片子的时候 然后他到隔壁的街心公园 去帮我看孩子 对 所以我们一开始只是说 觉得这个事做 但是我们没有想到 我们会真的是 去做成一个 能够产生影响 改变他们实际情况的 这么一个工作 我们没有想过 我们可以成立一个外卖 有那么多的非盈利组织 愿意跟我们一起合作 我们可以成立一个 外卖正义联盟 而且还有州议员 市议员 愿意加入我们 愿意帮我们去做这个提案 在州议会上去做这个提案 真正的不光从市的 从我们做了很多次 在市政府的那些抗议 但最终我们在州政府提案 然后也组织了一个 横插一个听证会 所以这些都是我们 当时没想到的 所以对于我一个 也是一个新移民吧 一个新移民艺术家来说 我觉得这场经历 对于我来说是一个 给我很多的力量 对 我觉得就是让我们觉得 我们在很多时候 我不知道你怎么想 就是我们刚来的时候 并不觉得我是美国人 我总觉得我是在这个社会 主流社会之外的 对 就是我们总是 有自己的一个小圈子 我们不太融入美国社会 所以在受委屈 就包括很多外卖狼 他们车被拿走 他们都不敢去警局 把车拿回来 对 但是现在因为有这个事情 大家更勇敢了 就是更勇敢去说话 去发言 我们的社区也就因此更强壮一些 其实这也是我们一直都在提倡的 就是亚裔不要做亚裔 对 就是很多时候呢 我们可能对于政治不是那么关心 都是到了这个政策的制定 会影响到我们自身利益的时候 我们这个群体才会有所反弹 但是其实想一想 其实在很多问题面前 是没有小家只有大家 对 就很多时候政策 可能你觉得今天没有触碰到你 但是你不知道 在未来的哪一个点上 它就是直接影响到了 你的个人利益 所以很多时候 可能我们在自己这个权力的捍卫上面 包括这个参政议政方面 我们华人一定要更加的积极主动 也要有自己的一种 就像你说的力量和勇气去抗争 对 而且还有抗争的渠道 我们其实也是真的要有一个组织 然后有立法 然后我们知道 我们要学习它这个规则 游戏规则 对 就要知道大家是怎么玩的 对 其实美国的法律 给了我们这个机会 去说出我们的 我们可以跨越不同的层局 可以让外卖狼直接和市长对话 我们为什么不用它 对 我们为什么不用它 为我们发声 而是我们不能等着 就是别人替我们说话 不能总等着 通过那个主流媒体 我们和 如果他们跟我没有任何沟通 他说出来的事情 并不能代表我们 他要争取他们的利益 顾不上我们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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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觉得 我们一定要认识到 就是我们是这个社会的一部分 我们既然在这生活 我们的家在这 我们就要知道怎么保护我们的家人 对 那其实 刚刚这个短片 我们看过的 它只是记录了就是冬天 风雪外卖狼 冬天我们都知道寒冷 这当然是很可怕的 但是你要知道 在三四十度的高温底下骑行 这也是非常非常艰苦的一项工作 那在您的整个长篇当中 会从哪些方面来反映 外卖狼工作生活的艰辛 就是我现在正在做我的长篇的后期剪辑 我跟踪过外卖狼三年 跟拍了他们三年 有多少素材 怎么也有几十小时 或上百小时吧 就是对于我来说 时间就跟酿酒一样 很多 我们当初认识他们的时候 是一个样子 三年以后 这个社会各种方面的变化 他们现在的境况 会是另外一个样子 这个是很有意思的 而且再有 就是在现在这个 十分钟的短片里面 我来不及 就是真正把他们的故事展开 就是我们知道 每一个移民背后 都是有一个丰富的 一个各种很传奇的经历 对 我采访了很多外卖狼 然后他们怎么来美国的 怎么度过最艰辛的几年 比如说 我有一位卖卖狼说 他刚来美国的第一年 他一个月只花一块钱 对 对 然后他会讲 他怎么省钱 然后每天怎么捡衣服穿 然后怎么省下钱 挣的钱全部寄回家 去给家里的父母 给家里的小孩 但是他们因为在这边 移民身份或者各方面问题 导致他们二三十年 都没有回过家 就是他们离开家的时候 孩子只有一两岁大 现在他们都做我爷爷 都没见过 对 所以这些故事 是我觉得 我应该在我的长篇里 能展现出来的 我希望能把这个故事讲出来 对 长篇目前也正在 这个剪辑的阶段 对 就是剪辑其实是一个 怎么说呢 很痛苦的一个阶段 就是你要很多的时间 你要花大量的时间 大量的精力 去反复地看这些素材 然后从里面找故事 然后所以 但是我现在因为 我们也刚才给您分享了 就是我们一开始 这个项目呢 就是一个 我们自己很简单的一个 funding的一个商品 所以现在我希望 就是可以做一个众筹 然后可以能有更多的 能有一个团队 来帮我把这个事情完成 然后能有一些资金 能帮我把这个事情做完 对 我也看到其实 在不同的这个媒体平台上 大家都公布了 您在众筹的这个消息 我觉得是因为 作为这个媒体 大家也希望 像这样一部非常有意义 记录了纽约 一部分这个劳苦大众生活的 真实的素材 能够以它一个合理的形式 或者说是一个非常正式的 一个形式 能够让更多的人看到 对 我收到了很多 就是媒体朋友的那个帮助 然后他们也会 经常会问我 那片子怎么样了 什么时候能出来 就是他们觉得 这个片子是非常有意义的 对 对 不光是对外卖狼 对我们的移民 特别是现在 就是在川普这个大的 政治环境下 是非常有意义的 所以他们很支持 就是媒体很支持 很期待这个片子 然后既然 以前都是我们去投电影节 现在是有电影节 主动来邀请我去 他们的电影节 对 这样就是能够 让这些不太被社会关注的人 以一种非常体面的方式 从现在是 以前的 如果你带着那一天 去到柯大店里去参观的话 是吗 谢谢你们的支持 谢谢你们的支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